大家好,本节是为我们的公布一下 这几个问题在评论区里面留言比较多的 第一个,一个色表格打对打错的符号 我们打开我们的一个色表格 我们首先将光标定位在你要输入对号或者错号的单元格里面 在这里输入一个大写的R 然后将字体设置为 例子2它就变成一个对方框的代沟 然后在这里输入一个大写字母的O 再将设置为 变成插了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插入 插入符号 将这个 肢体设置为 一定是 然后它这里也有一个带方框的 这边也是可以的 这是在方框里面打钩打插 第二个在一个色表格里面加斜线 第一种方法是插入形状 插入斜线 直线 当这个小的十字加号变成 我们往下拉 拉得以这个对角平起 简直颜色为黑色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就是边框线 其他边框 这个 左斜线确定 或者是右斜线都可以 第二种 第三种 在表格里面添加文字 斜线表格 同样点击插入 文本 文文框 我们这里输入文字 比如说这个是热气 有没有发现它这个热气 它这个位置不对 我们可以将这个 属于变成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移一下 在形状格式里面 把这个轮扣填充 5 形状填充 5 如果说你不设置的话 它一个是这个字体大一些的话 它挡在外面里 把这个东西斜线给它挡住掉了 这个边框 还会挡住这个 这个框线 不管这是斜线还是 这个边框 它都会挡住 这上面输入文字的方法 第四个 加减乘除 就是最多人问到的这个问题 我在这里放了一个图片 跟我们的键盘一样的 如果说你的是笔记本电脑 你是没有这一块的 只有这个阻区 如果你是台式电脑 这里是有加减乘除 在一个赛表格里面 乘它是用新来表示 除 它是用斜杆来表示 像我们看这个怎么输入 输入这几个注册 可以在我们小键盘里面 直接输入 比如说 加 减 乘除 它是直接可以输入的 如果是你在出数学的题目的时候 你这个除 乘 这个你是比较难打上去的 因为我们这个插入这个符号里面 它也没有这个东西 它看起来没有像我们的数学题里面 出 出题的时候写的那个加减书那么像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将这个 字里设置为搜狗 拼书的法 打到这个层 它这里面就有一个称号 我们选择它 不过是除的话 也是有这个除 选择这个就可以了 好了 本期视频这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会 如果说没有学会的 你可以继续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谢谢大家 下期再见 拜拜